Hello, 大家好, 朱春路 受疫情拖累, 澳門遊客數量大幅減少 各行各業都沒有一口好吃 其中賭場最受影響, 賭收大跌 連最受歡迎, 由澳門必看的節目 水母間劇團都頂不到, 要散水大財源 消息指, 新豪星期一一次過通知劇團的137名外僱 不再續約, 即時遣散 而新豪正在協助受影響的員工 安排他們返回各自的國家 至於為何解僱人? 公司承認是因為水母間的創作總監兼導演 一直未能回到澳門, 所以不論培訓和演出 都無法進行下去 新豪預計因應全球疫情流行 各國都有不同程度的旅遊限制 預料水母間在整個2021年的大部分時間 都將處於幼演狀態 所以要精簡人手 公司亦感謝這批外僱的貢獻 據指, 目前只有9名外僱 和57名本地員工可以留下 維護和營運劇院 有員工亦承認 由於水母間是一個相當複雜的演出 輸由總監親自培訓員工 而且需要幾個月的時間準備才可以表演 目前只能等疫情明朗化後 才能確定重開日期 員工亦感到無奈 實際上, 新豪在今年6月時 已經因疫情影響 將水母間休演6個月至2021年1月 並打算將表演進行全面升級改造 引入首次編排的新技術 期間精簡過一次人手架 水母間表演是耗資超過20億元打造 堪稱全球最壯觀的水上表演 自2010年在澳門新豪天地推出以來 已經吸引超過600萬名的觀眾觀賞 無奈現時敵不過疫情 人去流空 有些是令人覺得可惜的 好了, 這一集就講到這裡 大家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訂閱、online和share出去 按下小鈴鐺就會即時收到新影片通知 下次見, 拜拜!